大家好,16点45分了,给大家看看这个啊 没有人能处理这个事情 报警也没有人过来接我 然后我从监房七点半一觉起来 我来大姨妈以后我就开始一直联系你们这个隔离点的人 我从打共餐的电话没有登录 打那个啥疾控房一万的电话没有人接 打工班的电话没有人接 我就想问一下是没有人管吗 是准备把我们饿死吗 而且为什么工班的电话没有人接 前一秒前一秒战线后一秒打过去 就是想着一直没人接 前后就隔了一秒钟的时间 我不知道他挂那个电话 为什么接不起我的电话 我现在就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早饭能不能送过来 我来大姨妈没有卫生巾这个事情能不能解决 如果解决不了就让我回家我家有卫生巾 你现在人家就送餐了 你现在人家就送餐了 你现在可以帮你帮你帮你帮忙就送过来 那我想问一下 卫生巾这个东西能不能解决 其实我们也来不去 我们也出不去 那所以呢 那所以我就要血流成河 我打了110 110说这个事情必须要让我跟你们沟通 让你们给我解决 然后你们又说这个事情解决不了 让我跟哪 那你先给我说一个地方 然后我去跟他联系 我去跟他交涉 实在不行 那你让我出去 我自己留着出去 我自己去买也行 饭也没有 早饭也没有 这女孩来大姨妈了 来立嫁了 来月经了 倒霉了 都不成 是吧 没人管 难道你让我血流成河吗 是吧 这个毛泽东时代那会儿没有卫生巾 有个卫生袋 有的就拿个草纸 是吧 就跟北朝鲜似的 啊 然后那个很多年前吧 我听说我的哥们的哥们啊 我不直接认识 说娶了一个北朝鲜媳妇 也不知道怎么娶的 一个北京人 然后那个说他那个北朝鲜媳妇 就没见过卫生巾 没见过 就根本就没这东西 是吧 现在中国人啊 动辄包括我 动辄就提北朝鲜 动辄就提北朝鲜 为什么呢 因为几乎在我们能够想得起来的周边国家 或者说离我们比较近的国家 就北朝鲜比我们惨 对吧 啊 当然有人会说了 那阿富汗也挺惨 蒙古国也不富裕 是吧 越南柬埔寨 老窝缅甸都不富裕 是吧 但是人家可能不这么吹牛逼啊 把这个国家说描绘的比天堂还好啊 有这么好吗 实际上有吗 根本就没有 根本就没有 是吧 我看现在啊 这刚刚他穿防护服的说了 我们也出不去啊 其实某种程度上 中国就是一座永久的 几千年以来的大监狱 不管是看守这些啊 这些这些警察 这些牙役啊 这些穿制服的人啊 这个这个穿官衣的 然后这个这个吃狗粮的 吃公家饭的 还是他们所瞧不起的 他们所奴役的 所奚落的 这些被管制的普通的老百姓 没势没力的 包括高层 包括什么红二代 红三代 这些权贵 反正大家都在一个监狱里 是吧 我之前用的形容 我我我我多次说 我说中国就像一个麻袋 麻袋口呢 还被一个铁丝给系紧了 里边呢 这些所有的中国人 都是就像那个 麻袋里边的螃蟹 这个螃蟹的腿 这个熬足 互相纠缠着 互相撕咬着 互相伤害着 互相剥夺着 对吧 这就是中国 中国好可怜啊 所以现在很多逃到海外的中国人 包括我们家人 我们都知道 真的很多中国人都说 特别幸运 而且很多家庭是这样 比如说不管是男的和还是女的 有一方特别想出国 有一方不想出国 甚至一开始双方意见不一致 还争吵啊 还有还有闹一些矛盾 但是基本上出国之后啊 这个生活了两三年以后 大家都特别觉得幸运 尤其是那个当初不支持的人 不想离开中国的 中国多好啊 这个亲的热的 然后这个语言呀 风俗习惯呀 是吧 这个熟人呀 但是后来大家都明白了 离开就对了 真的 谁也救不了中国 中国只会沉沦 一步一步的堕落 堕入深渊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